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假設這個a 表6y等於 y等於 6 以3為底 x對數 那這函數讀底是這個 好,與這個直線 這個a的話代表 這個函數 y等於0就是這一條 x等於3是這一條 所謂的虛擬面積 就是這一條 LOG函數 y等於0跟1等於3 圍層的這塊面積 這個就是a 若以幾何的觀念來 判斷a的範圍 下列合成正確 首先我們看 這個應該是1 當你x帶1 y就等於0 這個是1 所以這塊面積 它會小於多少 小於這塊面積 這一塊的話 那這個是1 當你x帶3的時候 y等於1 這也是1 所以a這塊面積 這個面積 它是小於多少 這個是2 小於這個長方形面積 小於多少 2 大於多少 因為這個是一個 這個 就是這個是凸函數 是這樣凹下來 凹下來 所以它會怎麼 這個三角形面積 是1 2 這個三角形面積是1 所以它會大於多少 大於這個三角形面積 就大於1 就a介於2跟1之間 所以要選哪一個 我們看看a選項 a選項 它是說0 小於等於a 小二分之1 不可能 a不可能小 小二分之1 因為a 它是大1 所以怎麼可能小二分之1 這不對 這樣看b選項 它說2分之1 它是小於等於a 小於1 這也錯啦 a它是大於1的 然後c的話 它是說 這個a的話 大於等於a 小2 這個對啦 a的話是介於這兩個之間 所以這是對的 第一 它說a大於等於2 這是錯的啦 a的話會比2小 所以答案是c 答案是c 答案是c 答案就要選c